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2日 离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的通知 要求7月24号就是周五 之前必须关闭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 也只有一天多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末 看一看历史上休斯敦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我们看一段纪录片 这是当年1979年 看看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在美国是多么受欢迎 群众美国群众自发的 感谢美国群众自发的 那么这个回忆过去有助于了解现在 这个79年1月份 邓小平副总理成功的访问了美国 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应该说当时呢 中国跟美国刚刚建交不久 马上 这个邓副总理啊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就访问了美国 应该说掀起了一阵邓炫风 那么这个纪录片啊 这个我会放在下面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有时间可以收看一下 当时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情绪 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啊 处于蜜月期 那跟现在这个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 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两下比较一下 应该说让人唏嘘不已 非常感慨 那么这个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应该说呢 这个休斯敦这个总领事馆啊 是中国中华人民国 人民共和国政府 最早在美国设立的一个领事馆 总总领事馆 应该说我们看完这个纪录片就知道 是为什么 你中国中国当时在美国的受欢迎的程度 我们从这个纪录片当中可以略知一二 而且呢 这个这次访问刚开始 这个邓副总领呢 首先到达的第一站 是到了这个白宫所在地 直接去了首都华盛顿 而且呢 到了之后呢 时间不长 从他下榻的这个宾馆 又去了 去了一个美国高官的家里面 进行了私人晚宴 受邀请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大棋局的作者 当时卡特政府的 这个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那就是以前的刚被炒的博尔顿 他这个职位 应该说是非常关键了 就直接是生 总统身边的红人 这个政策的制定者 你可见当时啊 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之间 这种热络的这种关系 现在当时说肯定是 是看不到了 现在现任的国安顾问 奥尔伯恩啊 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记不太清楚了 甭说认识 这个习总 或者中国的这些主要领导人 我估计他念他都没见过 那个家宴 这在美国人当中啊 或者西方的这个政治当中 他与这个重量分量尤其不一样 甚至有的时候啊 比国宴还能出现出 东道府对你的这个重视 那布洛军司机后来呢 也出任了美国中国友好协会的副会长 应该说在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起到了一些良好的作用 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这个基辛格呀等等 当然基辛格后期的话 因为水门事件 这个尼克松下台 他在美国政治当中 起的这个作用影响力呀 逐渐的其实是下降了 但是呢 他因为是共和党人 而共和党人呢 传统上是一直是反华的 反共的 所以说呢 有这么一个人 弥足珍贵 所以呢 我们中国政府啊 一直是把他当成宝一样啊 每次这个都是积极邀请他到中国来采访 当然说呃这个 来来访问啊 给的规格啊 待遇也 始终是非常高 那前不久呢 搞了这个高峰 论坛 当然以视频的这种方式啊 这个基辛格呢 九十多岁高龄 应该都啊 上百快快到百岁了啊 颤颤巍巍的 但出来还让他讲话 是吧 弥足珍贵 就是非常难能可贵 还有这么个老人 是吧 共和党人能替中国说话 或者说能还比较中立 比较客观的 理性的对待中美关系 没有剑走偏锋 没有那么极端 像那个国师 前国师 这个班农啊 博尔顿啊 这些人 包括现任的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 是吧 这都是鹰派 对这个中国呀 应该说是 一点好感都没有 避置中共 或中国与死地 而后快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历史上 那种曾经的蜜月区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现在应该说是 中美建交 四十年以来 最差的这个中美关系 没有之一 就是说是最差的一个阶段 已经从蜜月期 已经到了冷战期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 冷战已经开始了 而且呢不是从这个要关闭中国 住休斯敦 总领事馆 才开始的 其实早就有这个兆头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其实也有它的这个历史成因 那我们回顾一下 1979年当时是个什么样子 对吧 当时是中美苏 三角 其实呢 中国是处在中间 成为美苏争霸 竞相 竞相拉拢的一个对象 尤其是 这个 到了 八十年代初 到了七十年代末 已经是 剑拔 主张 两个已经说 这个对立 到达了一个顶峰 应该是 那这个时候 中国的这个走向 中国倒向谁 是吧 就成为一个非常关注的 非常重要的 一个话题 那这个美国呢 也是急于要拉住中国 对抗苏联 因为苏联当时南下 意图从中亚南下 打通太平洋这个通道 意图啊 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后来很快 我们就是到八零年 是吧 这个 苏联 悍然入侵 阿富汗 是吧 为了要打通到伊朗 同而争取到 他们这个势力啊 能够辐射到 投放到印度洋 打通这个 最后一个关卡 那美国显然是 当然是不干了 是吧 那这时候呢 他继续要拉住中国 替他创造一个缓冲地带 因为中苏之间这个边境线 非常漫长 如果中国倒向了美国这一边 或者说呢 起码是中立 不一边倒 倒向苏联 像中国刚建国那时候一样 那会大大 这个减轻 美国在美苏争霸当中的巨大的压力 所以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那同时呢 小军中日也是刚刚付出不久 中国刚开完这个十一届三军全会 提出了口号 要搞四个现代化 要搞改革开放 大局方针 一定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之前 中美建交 也谈了 谈了几年了 那这个刚开始 邓小平访美第一站 先去布尔君斯基家 吃个饭 其实呢 也是叙叙旧 因为布尔君斯基也是中美建交 到北京来谈判的重要的成年之一 所以呢 这个老朋友之间 那肯定是说 到家里面来坐坐 同时呢 彼此探探虚实 想知道对方的底牌 究竟是什么 当然这个 九天的这个旋风式的这个访问啊 非常成功 那最终呢 倒数第二站 到了德克萨斯的 这个休斯敦 同时重头戏呢 就参观了这个 林登约翰逊的宇航中心 而且呢 还坐到这个模拟架 太空模拟驾驶舱里面啊 去 去这个体验了一把啊 登月的这个感觉啊 俯瞰 从太空当中俯瞰地球的这种感觉吧 那对中国领导人那时候是完全敞开的啊 但是说 除了核心的机密之外 基本上你想看什么 我也给你看 当然了 我们说实话 公正地来讲呢 这个美国当时啊 跟中国的差距非常大 对吧 远远 这个领先于中国 所以给你开放 让你看呢 也不怕你偷 你看了 你也学不会 对吧 看了是白看 但是呢 我让你看是表示一种友好的态度 那个另外一个外事活动呢 公务活动呢 就是说去看当代电视上 这个roading 这个斗牛比赛 或者这个骑牛的这个表演 据说当时呢 全场雷动啊 大家看这个纪录片当中 也看到了 掌声雷动 这个甚至有些观众啊 热泪盈眶 中间还掺生 有一个小的插曲 有个女骑手啊 其实其实可以 不会有点 所以我们就没有掌握 这个 从牛上 所以从马上摔下来 这个牛 这个斗牛啊 非常 非常凶的 性情 是吧 性情当劣 不服管弱 你一下把女骑手 扫下来 扫下来 过于事儿 你一二十分钟呢 广播 转转就跑来 所以分别人 非常非常关心 从工作人员 被问候 经过这个简单的 这个检查之后呢 你现在没事儿 更是 掌声 这个笑声 一片 中文的领导人 特别 特别人情 特别接力气 特别亲民 和爱可亲 当你的报纸 打质的这个报道 你可以想见 在当时 苏斯文人 对中国 这个领导人 好感 是倍增 这都为 这个中文之后 的关系发展 打下了一个 良好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反观 现任的美国 跟中国 最高领导人 之间的这个关系 形成了一个 先明的对比 那么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 对中国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 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 主席 率先 应该是四月份 访问了 这个拉拉德 到庄园里面 去见了 特朗普人 进行友好互动 那没多了久之后呢 这个特朗普人 对中国竞争的 国事方面 但是 这就是 仅此而已 之后呢 习近平 总统 这个习近平主席 没有对中 这个美国 进行过 正式的 国事方面 目前来看 甚至在这个 将来 我记得 未来的12月之内 估计的 也很困难 因为目前 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要是极短直下 进入一个极冻期 冰川时代 要转过这个弯子来 我觉得 没有两三年 很难 当然了 这个取决于很多因素 未来的发展 首先呢 就要看看 这个 11月份 这个川普大文化 能不能再次当选 如果能 情况呢 我觉得还会有所好转 因为这个川普大文化 大家都知道 最琢磨不定 最美土的一个人 说不定他明天 他会干什么 而且往往 最敌对的人 他往往最亲近 所以他这个完全是不按常理素材 一切皆有可能 他能见金正恩 对不对 能实现这种大反弱 所以没有他干出来的事 反而我觉得呢 如果游泳川普能够成功呢 这个什么 再次当选 反而比拜登啊 对中国更有利益 从各个方面来讲 两个关系的恢复 所以游泳 也有可能 他目前打 这个战口 什么核权 游泳的男孩 还有这个制裁台湾 制裁香港 还有出台一些法案 还有这个协防台湾 还有一系列的这种动作 打压华为 到欧洲去 去拉了这个盟友 共同美主中国 所有的这一切 一大部分 就是对了 对台湾国民主 助选 你目前啊 选情不利 你应该是选情堪忧 就是各项的意料 就显示 他至少落后了 你应该把这个拜登 十个百分之 所以呢 如果再没有一些 实质性的动作 比如说 打压中国 是吧 现在这个 打压中国 是两把 唯一的一个共识 这个通过任何制裁 中国的法案 他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选民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打压中国 甩锅中国 疫情啊 经济表现差啊 技术相对落后啊 在武器方面 很多技术 还是美国源源领先吧 包括军事科技 所以甩锅中国 这个抹黑中国 现在是最好打的派 也是最能拿分的派 无论是谁 要当选 这个 武华 七华 抹黑中国 抹黑共产党 都是给名单妙妙 一用罪名 都是给自己拉分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 中国 中国人哪 也不要 搞什么幻想 情况以后 是能更糟 不可能更好 尤其是 至少是说到 十一月份中旬 打选揭晓 之前吧 不可 不要搞什么幻想 同时呢 我也讲 这边 也没什么可怕 这农管 你总农管 关的就关了 对不对 修斯敦 跟其他那四个相比的话 华盛顿 对吧 洛杉矶 雲山 美页 西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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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选 就这么五个 你关一个 关了就关嘛 而且这个修斯敦 在南方 那他这个 领区范围 什么 阿肯瑟 阿巴马 NPC 对吧 Texas 俄克拉克马 这都是非常一群的地方 对吧 也就是一个Texas 经济 还可以 很大的地区 可能佛罗里达也稍微好一点 其他的那几个地区呢 发散可成 所以 就是 隔了中国 这一定是什么 都可能是 千八把地区 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要去中国的人 也没那么多 所以 修斯敦可能 也没有一个业务 有一个故意 但修斯敦 华人 是不少的 当年姚明 在火力队打球的时候 打了这几年 连手机 打了很多人气 包括在当地 也开了一条餐厅 他走之后 没短时间 就华人 一直在中餐 在美国 也成了两名气候 很难做到高跟 关了就关了 跟这个修斯敦 这个领馆也是一样 但是美国人的理由 就是说 你利用这个总领馆 从事一些间谍活动 做疫情报 等等 那这个就是 纯粹瞎扯 你这种事 你还少干了 对吧 利用这个驻外的 这个使命馆 对不对 所以呢 中国应对的招 也很多 比如说 你把香港关了 对吧 把广州关了 沈阳 成都 还有什么武汉 都可以关嘛 对不对 关哪个呀 直接就把香港关了 完了 以后 就让他们所有办业务 都去广州 多好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 这是最狠的一招 打蛇 打七寸 对吧 我觉得中国现在 在这个 处理美国关系上 有点 有点偏扯 束手束脚 有点 软脚虾 老是束手 缩手缩脚 我感觉到 手束两端 我感觉到 没有放得开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这个 邓小平 老爷子 当时 这个 定战的 大政当民 当然说了很多 当头 要忍耐 战斗 要忍耐 又要忍耐 但是 此一时 彼此 要以时俱进 对吧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想忍耐 对不对 你想装 韬光灵魂 这个 别人已经都知道了 而且你这个体量快头 现在已经太大了 对不对 你还穿着一个儿童裤衩 对吧 快成练了 你这个 肌肉这么发达 对吧 你这个军队发展 装备发展这么快 当然战力 咱不得到 不一定能跟得上 至少用军队装备方面 突飞已进 一心业力 一年下属了一个 法国海军的 这个军队 对吧 这太吓人了 对不对 你再说 我很和平 我爱好和平 我不追求法权 对不对 我不会走这些 传统 霸主 和强权的这个老路 就没人信 你也甭叨叨这些了 你只能引起别人 这个更深的疑虑 还有反感 对吧 在西方的这个 拔权理论 海权理论 没有和平崛起这个材料 对吧 他认为都是你 还是用松敏兵法 松敏兵法 对吧 三十六纪的那些东西 你打算瞒天过海 你打算 明修战道 暗中陈仓 对不对 你打算骗我 都是一些战略欺骗 都是一些花招 都是一些套路 对吧 中国人太假诈了 这个两千多年 骗得很行 对不对 能骗得过就骗 实在骗不过 只能是 对吧 该认就能认 所以你在跟某个讲这些 没有一用 所以也不是说 中共呢 当政党 现在被敌了跟小平 当面对方的政策 而现在 情况已经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也装不下去了 抛股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也不要怕 但是小平东 那当年也还讲过 这个中美关系呢 好好 不断下去 坏呢 也坏不断下去 我觉得这个话 讲得非常重要 也非常现实 对不对 该硬呢 也还是要硬 和平呢 从来不是起球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对不对 就跟当年这个志愿军 入朝作战 对吧 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礼 对吧 就是打打 谈谈 谈谈打打 对吧 边打边谈 甚至说呢 不谈 只要做的就可以 这个志愿军 跟这个美方这个代表 对吧 在这个板门店 谈了那多少多少 十几人二十几人 那有的时候就是双双坐着呢 对吧 甚至都不说话 谁都不出声 坐着保持沉默 等对方先说 先出声 是吧 这也是心理战 有的时候一坐呢 九十分钟 两三个钟头 直到坐着这个 最后把美国人坐着受打了 终于说打破沉默 先说 那我们心理上就占多了 是吧 占树上 先 先胜了一步 现在我们想起来 我们觉得比较可笑 很难理解当时那种 是吧 那种状态 那种环境 但是呢 这就是一刀一枪 一举一动 拼出来的 这个相对比较尊重的 这么一种心理 但是现在呢 美国这种心态 崩溃了 完全崩溃了 他已经不相信 中国奖 中国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 讲了任何话 做了任何程度 这个 马上这个老二 就追上来 甚至在某些方面 已经超越他 这是美国霸主 绝对不能容领的 这个 任何当权者 权贵阶层 统治阶屹 都不会 卧榻之色 启容他人的安税 而且这不是他人了 对不对 这完全是异费 一个东方的一名 一个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国家 一个来自亚洲 曾经的东亚病夫 现在要崛起了 是吧 无论是在体育上 在军事上 经济上 都在不断的缩短 拉近 跟我的这个差距 这个心态完全失衡了 崩了 记忆败坏 是吧 人就 进入更年期了 哈 像这个班 今又没讲的 美国和现在已经进入 这个 斜思第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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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状态 所以呢 他的任何举动 看起来疯狂 其实呢 都是一个 这个 方方关系 此消彼长的 一个正常的反应 关闭领管 他也不是第一次用的 反而又不是对中国了 那个俄罗斯 他有用的 我们 这个完全可以 见怪不怪 这个 这个 踏然处之 但是虽然说他这种做法 非常卑鄙 给72小时 限定 撤出 那中国也可以 也可以 是吧 以其人之道 反对其人之身 给你72个小时 关闭香港的中文馆 香港 中文馆可不简单 1600多元 那 这个 你给他72个小时 就是我们原辞一下 对吧 中国人 把人 把人大意 把人不计小人过 这个小人过 对吧 给你5个工作日 这个 这是120个小时 限定所有人 出境 那得烧 烧多少个多元 那个成 成墩子烧 对吧 在一块面做钻机 往回运 说不定在诸位的 这个大的 散装船 太多机 太多米 仓库纳构 多少建筑得赢的 这个勾当 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如果说 想出个重手 教训一下 这个美帝 打一打他们 这个企业 那就是 拿香港 中文馆开刀 直接给它 拔了 把这个刺 拔了 苦口拔牙 打一打 它的销量企业 也能在上山林上 打仗一样 对吧 当年这个美国也 气焰非常嚣张了 麦巴塞 人穿登陆之后 一路平推 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这个 从上山林撤退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喂弹药 半里斯特弹药量 所以这就是轰炸 狂轰乱炸 拿这个炸药 拿炸弹说话 汽油弹说话 你荡平了 你打平了 山头都削弱了 都消低了 50多公分 半米多 现在美国想法 也是没有什么改进 还是哪个老大 能动手绝对不张 在外交层面 在军事层面 也是两个三个航母战斗群 将来美军 80%的力量 都要投放在T太年 中国 死磕 决一死战的架势 而且未来的反向 对于好看不上 只能是更骚 所以 我觉得中国 退无可退 打吧 就接招吧 晾开鸡肉 当然了 中国我觉得还是首先 解决内政问题 对吧 军队 以前暴君 都参与死战 将军都行贿上去 有没有水平 有没有决心 有没有能力 战术素养怎么样 我觉得都要通过打一仗 很检验 哪有一个军队和平时期 三四十年没有打仗 还当什么上将 还当什么中将 我个人想法 将来兽弦分两种 有和平将军 有这个战争 战斗将军 真正上过战场 打过仗的 他那个星 他那个杠 单独标志出来 上过战场的 是一类 你上过战场的 你这个战兽将军 对吧 有一个特殊的标志 和平将军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军人不打仗 没打过仗 你就当了将军了 对吧 你算什么嘛 就是我个人的一点 看法想法 我觉得打一仗 是个好事 哪怕是在印度方向 你真刀真枪呢 放几枪 考验一下 谁是真正的军人 谁是真正的将军 一测就测出来 无视不算 你这样的人 对吧 你放在军委 放在很高的战斗指挥的位置上 才让人信心 才让人放心 这支军队 我们中国的军 才能指得上 对不对 花这么多钱 养这么大的军队 每年军费那么高 对吧 最后 都是让一帮人给瘫了 给吃了 喝了 对吧 把我们茅台的价格 你给提升起来了 那管屁就了 对不对 二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 内政 这个内部的政策 也要输入一下 能达到民地人心 取信民 于民的这个状态 对不对 把民生建设好了 首先就是说 政法队伍清理 真正做到挂回了主 把这种害群之脉 太宠 蛀虫 蛀虫 全部都清死 清死自己 让老百姓 真正 能够做的安居乐月 不受这些人的侵犯 所以 越来越了一些成果 包括断 执法 执法 犯法的人 都让你们神之以法 对吧 真正能夷成一种 强大的向心力 这样要对待外患的人 万用其心 对不对 对不对 真正做到人民政权 人民军队 我觉得 我们才能一顶一天下 没有后悟军队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美国呢 不用怕 你只要把内政搞好 外话 不提出 这是我今天 对这个 要关闭美国总领馆的一些看法 给大家做参考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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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